東港早餐店賣的是本湯 但是攤位上一盒一盒的炸物 更是吸引人 一大早就開賣的炸物 讓不少點早餐的遊客眼睛一亮 滿滿快要爆出便當盒的內容物 以海鮮為主 鄰近港口早餐店主打的餐點 是喊鮮本湯 但是捕撈上岸的魚蝦 老闆酥炸之後 當成了本湯的配菜 反而成了炭味的特色 一大早就能夠買到 炸物的地點 還有這個市場 當晚上剛剛炸出來的雞腿 雞排 黑輪和三角骨 消費者串流不息 一大早如果有這種東西可以吃 吃一種小確訓 古早味 還加現代金飾 這樣還可以扭人家 銅板炸的炸物 一大早就能夠買到 老顧客熟門熟路 一次採賣包了很多樣 無論是高雄傳統市場 還是東港的早餐店 銅板炸物 讓早餐的選擇更加多元 三天新聞 朱俊傑 張哲如 朱宇榮 綜合報導